华语电影半边天说的就是张艺谋 说起张艺谋导演 大家可能的第一印象就是 大有浓重色彩风格 以乡村风情的电影了 作为8090年代 获奖无数的华语电影导演 张艺谋打开了国际电影市场的大门 各类经典电影更是快之人口 如今指导的电影《悬崖之上》即将上线 估计又会掀起一股票房热潮 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五部张艺谋导演的经典制作 No.1 红高粮 1987年的张艺谋指导 江文巩俐等主演 影片以抗战时期的山东高密为背景 讲述了男女主人公 历经曲折后经营一家高粮酒房 在日军侵略战争中 与日本军抗争的故事 这部影片当时获奖无数 几乎在任何人听到张艺谋的名字 首先都会想到红高粮 No.2 石面埋伏 张艺谋指导的经典武侠电影 由金城武、刘德华、张子怡领行主演 影片讲述了金城武和刘德华 饰演的两个捕快 与张子怡扮演的歌迹之间发生的爱情故事 石面埋伏很好地展现了 张艺谋电影的一贯风格 旋景精致 在2004年全球十佳电影中 国际电影协会更是将英雄和石面埋伏 并列为第一名 No.3 活着 可能在很多观众看来 活着是张艺谋导演最好的作品 电影里的福贵 唯一的愿望就是好好地过日子 然后命运却总是与她为敌 她所遭遇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她组建戏班子 只是为了好好生活贩抖 然而却被抓去当了壮公 归来之时 母亲离世 女儿也哑巴了 她疼爱儿子有庆 但儿子却因给人献血 而被活生生地抽干丧命 她唯一的女儿凤霞 却也难缠而死 在表达痛苦的同时 更表现时代的悲剧 No.4 影 这可能是张艺谋在 10年代拍的最好的一部影片 当超在影中一人分射两角 子鱼和静周 容貌相同的两个人 却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 子鱼结局死了吗 这是网友最关心的 子鱼作为全影片 最关键和最有心气的男人 遇到这个和自己长相 完全一样的静周 是会帮助自己统一帝王之乐 还是说会被取代杀之 为此人们真的是揪心不已 堪称老爷子的代表作之一 No.5 悬崖之上 这部由张艺刘浩存主演的 谍战电影 不仅惊险刺激 而且制作精良 整个影片大部分时间 集中在火车之上 空间的压迫感 更能营造一种紧张的氛围 刘浩存饰演的小蓝被特务盯上 张艺前来搭酒 两人联手反杀特务 一段行云流水的动作戏 一下就吸引了观众眼球 好了 以上就是五部张艺谋导演的 经典电影作品回顾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